美国泄密文件显示,美国不看好乌克兰今年春季从俄罗斯手中夺回被占领的领土的能力 基辅的官员们对此十分愤怒 基辅说,这份文件显示美国再次低估了其军事能力 一位经常与基辅高级官员接触的人士表示 那些曾说基辅将在三天内沦陷的人 现在正在一场对整个世界至关重要的攻势之前散布有害的同样荒谬的信息 一名乌克兰国防官员说,对于乌克兰在反攻中的胜算 有些人仍在犹豫,但我们已经证明所有这些人都错了 这名官员继续说,对乌克兰获胜几率的预测不是事实 这让我们有理由怀疑,美国到底有多认真地支持乌克兰 将俄罗斯军队完全赶出该国的目标 据另一位与基辅高层有接触的人士透露 这种情绪在乌克兰政府内部很普遍 报道称,这些言论清楚地表明 在俄乌战争持续14个月后 美国和乌克兰并不像两国声称的那样步调一致 这也可能预示着,在未来几个月里 华盛顿和基辅之间的信任会减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